玩具TV第30季第6集 没错 多谢德哥和我一起做日本舞士 因为我很喜欢日本舞士 出了两星期 DID第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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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第5个 这是什么大名 上杉献信 这个叫月后之龙 其实和武田信员当年在日本的东北部 你死我活 打了四次村中倒战役 都拉拉脚 完全是分不了胜负的 有一套很著名的电影叫天与地 在1990年代 好多亿的日元拍摄千军万马 但去加拿大拍摄 其实日本也有这样的镜 其实拍摄得这么漂亮 要有这么大的草原这么多马 因为当时用的那些马 其实古代中古的日本马 有些人相信没有那么高大 在中国也是 但因为画面上要漂亮 其实用了一些 我们叫做赛马 欧洲马 加上一些高大的亚洲人 去做 即不是倭寇 别说这个特别 别说这个特别 我们回来了 好 回来了 1比12是出了第五 我很喜欢 因为他也很聪明 出了武田 真田 上岔 这次我觉得是比较喜欢打机 或者叫打制 这个是形势 因为月后之龙上岔天信 据闻他很好打的 领兵 领兵方面 还有本身他个人的武艺 都很超群 我们口水飞 我想说这个 Carmain Lighter 佳墓 我都觉得是 似上岔谦信 多过似信长 其实有很多的模面超人的造型 或者他们的代号 其实有时候用了三角 中国的三角 还有用了日本的战角 用两个都是用这些 大名 是 而日本人对自己的古文化 他们很尊重 很懂得去保育 直到现在还说 只有孙家康的管理方法 做商业 从商 那些方式 说回这个月后之龙上岔 其实又传说一些很坊间传说 她是女人 这个我不太相信 这个我不太相信 试画就算了 这个真的非常漂亮 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我自己喜欢日本武士 他有全身的银甲 加上他的称号是一个 很打的大名 非常精彩 我认识那些我不同德哥 他本身包了很多 Vicky 我们说 这个手臂的龙手 我们叫龙手这个位置 他也做了 其实龙手就是用来保护 上臂和前臂的一个 日本的古规格 即是一些软规格 是理论上是锁脂甲 但当然它不是用真的金属 它是用一些 好像网文的布 好像私密的布 做了这个效果 然后前面有些金属甲 或者竹 或者纸 造成的规格 保护着前臂 多少钱 连外一只银甲 是900多元 是呀 是呀 稍后才介绍一只银甲 因为这只银甲 是 背后很英俊 而且这里做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假的 因为是假的 枯死的 其实就是冰仔 作为插极旗 在后面 看到 它不是冰仔 中古旗 其实全世界都是其次银甲打仗 你是大佬是大佬 你是对敌方是敌方 其次银甲打 就是有些礼儀 他们不会出一些很阴毒的东西 我想说这些最先死的 是的 但其实是有一种罗慢 武将就穿得漂亮一漂亮 就要给你拿棱头 通常搞定武将 或者单挑完之后 刮到长章就不用打 但其实这个好处 因为其实可以令到 战士人命损失减低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要单挑那么傻子 这是有些原因 就不需要一个 死伤惨重的情况 去决定一个 战狼三八 争斗 所以这个其实 他做得很足 虽然他不是金属规格 是用胶做 但其实上色 他也用了很多的心机去做 有没有单炮卖上 或单炮卖一只马 单炮这次好像有 其实好像有 但当时白马 通常就会配合他 因为其实之前武田 是没有马 所以他有单炮 就是给你给武田劇 因为武田虽然没有马 首先 有些人在移动 对不起 这些布 褲的布 这些花是全做的 还有头盔比例很漂亮 其实他还有面具 这些 我觉得有些偏大 不过戴起就很漂亮 试试戴给大家 你本身背部件 也很难做得那么贴 所以尺寸大也避免不了 目前来说 因为后面是绑绑 我就不绑绑了 让大家看看造型大概是如何 希望有个帅哥也有给大家看 没有头酸 我们从高位去拍摄 就会看到了 像不像大家最近抢售 那款李宽 是呀 因为他拿了头盔 其实就是这个面罩 你记住留这给我 努力当中 因为很快就卖完了 所以这个整个造型 是非常漂亮 你看到很多 我觉得高达了渣鼓 刺激 刺激 有多次 德哥我们要看 所以我头的尺寸 因为1-12的头 大家都觉得很细致 可以 年轻版的楼单 比喻才是正 对 头盔的硅架是可以动的 有层次 有层次 我觉得其实对好 如果1-6的9安 那些很漂亮 但很复杂 价格 说一只马 德哥还是有些评价 我想先讨论一下 这个系列有个好处 就是它会做一个 武器架 武器箱 其实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将整套规格 除了可以挂在这里 甚至放在箱里 圣衣箱 圣衣 是圣衣 是圣衣参考 日本古代武士甲 平时他们是这样挂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习惯 这些朝代 战时的将军 会将规格挂在帐篷里面 显露威风 但不用亲身下场打 所以这个规格更加用 反而另外想赞一赞 他的头盔我拆了 其实这个位置用软胶做 变了不容易烂和断 虽然看上去 我初初以为是硬胶 是软胶 所以不用太担心 当然这些位置也要留意 这个位置真的是硬胶 上面这些位置才是软胶 各位都安全 这个怎么放 交给你 这个圣衣箱 其实真的可以用到 有个屏风 这个屏风就是用来放 不好意思 我打断你 我们十分钟以内 拆了头盔的发型 都是很仔细的 发纹都很仔细的 这个他们经常有个背景 好了 看一只马 这个真的值得说 第一次出原装马 他们放弃了可动马的方式 因为很多牌子出了 很多牌子坐动马 我都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破碍外观之余 其实站不穩 重点 大家都可以 close up 要麻烦一下Ricky 看一只马 好精细 本身 上面的棕毛 是用了毛车城 最重要的 为何我说 这只马这么精彩 你会看到 这些位置 直了毛 我以为是 你摸一下 不是直毛 是叼黑件 是叼黑件 好似 马鞍那些 这是否一定要用人手做的 这个真的是车 整个马鞍都很少交件 有很多部件 所以这里车到会发癫 哇 我深信 镜头里面看的观众 我深信 很多人都以为是直毛 真的很像 是的 它的处理方法很厉害 马尾和中毛 所以我一开波就问 那连起马多浅呢 9个 9个真是神经 它有这些 真的好像很厉害 那些筋 是 那些雕刻 上色又漂亮 是 其实很难雕刻 我做的马 我失败 如果马身做得太短 其实跟马种 马身的长短 都是不同 这只马 留意北方马 因为上刹 在日本当时的北方 所以更有这么多骑兵 所以上刹 和每年都出名骑兵 但当然电影中的数量 是夸张了 据问真实的情况 他们的骑兵数量 没有那么多 但那天冬天是冷的 你发觉 马鞍这套马的配色 其实全部是有些保暖作用 你看到吗 嗯 还有马鞍的马鞍 其实是古代的 日本或者叫古代方式 去向前勾 就像我们平时 看到一个 D字形的扣着踩下去 可以显示到 古时的武士 他们的骑术 是可谓征扎 破了征扎 很喜欢这些 我认为一般的价格 大小的价格 可以的 同样 记住帮大家 帮我们分享 赞同一条影片 还有这条影片 今天我们也有条连续 可以直接去购买 大家对的就去买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 月后之龙上杉謙信 哇 漂亮啊 他那一幕 他冲进武田的围杖里面 是真的 其实日本有很多 史料的遗迹 或者纪念 都是上杉 亲自冲进去 就砍了武田三四刀 当时武田就用了 很出名的 叫做 大名拿着的 好像线的钢 金属造型 就是假的东西 砍了几天就走 其实当时 上杉在那段 战争里面 开始转弱 因为武田他分了两队 那队特显队就回来 其实这人杖里面 其实武田虽然的弟弟 也是战死的 就是被他这些上炒这边 很勇猛地打翻 因为他掉了 压力那一边 所以这东西可以留意 天与队就会很详细解释 那想拥有的 就是这个去7 或者在下面这个链 就试图 没错 就找到了 好 稍后见 今天没完没了 有加没 早 也会 有加没有 Business gebe 估计